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汉语的基本发音规则 在汉语中一个音由三个部分组成 韵母、声母和声调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韵母 什么是韵母呢?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在巴这个音中,阿是韵母 在当这个音中,韵母是昂 糟里面韵母是昂等等 汉语所有的音都是这样组成的 也就是声母加韵母 一个音可以没有声母,但必须有韵母 我们先来看一看汉语中的基本原因 所有的韵母都是由这些基本原因组成的 我们看一下负语母 这里韵母前加上声母后,拼写不变 但是下面这些例子,拼写是要改变的 我们看一下 压 家 咽 憋 憋 腰 撩 蛙 刮 歪 摔 窝 多 其实 汉语中的韵母发音并不难 初学者出错往往是因为被拼写误导了 拼音中确实存在很多不规律的地方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几个不太规律的拼写 要注意 要注意 一的首字母不发音 一 一 乌和迂也是如此 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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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一样 不要被拼写误导了 我们看一下 斯这个音 斯 斯 如果你对这个音有疑惑 你可以试试发一个长 斯 的音 然后在中间开始使用发音器官 其他这些音类似 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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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现在你应该注意到了 滋这个音拼写会改变 我们进一步看一下 运母 迂 还有 居 曲 须 上面的两点会省略 只有 滋 和 员 上面有两点 这是为了让他们跟 撸 和 呜 这两个音节区分开 我们还可以做一些 关于 呜 和 呜 的比较 这些可能是最误导人的 呜 其实和 呜 押韵 虽 和 微 押韵 春 和 温 押韵 最后 不要以为烟和丹的育母一样 其实 其实运母是不一样的 鸣和端 运母也不一样 我们听一下 最后 最后我们整理一下所有的韵母发音 阿 阿 阿 鹅 车 尔 支 爱 载 A 非 敖 高 欧 瘦 安 叹 恩 真 昂 桑 恩 蒙 一 梯 鸭 家 夜 别 腰 笑 悠 溜 烟 偏 阴 亲 阳 香 阴 冰 无 哭 蛙 花 我 说 歪 乖 微 瑞 弯 暖 温 孙 孙 汪 窗 翁 翁 葱 与 曲 约 女 渊 悬 云 君 雍 琼 好了 今天的课程就是这些 希望可以对你们有所帮助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